在臺地吉泰建案旁邊入去的人家室 十分台北市府是開放給食材給他們拿東西 副市長理事川表示 所來的要求吉泰建設請人來把大型的家具搬出來 再把整棟大樓拆掉 如果針對家具損害的補分 法務局也拿出一項五十萬的補充 車子裡面都是東西 手上要擦皮膚 光景駕 貴重的東西搬上修衣車 台北台的騎駕發生放進去 台北市府十幾個在開放 少少民眾回家拿東西 平時每一台二十分鐘的時間能夠一小時 要不然鐵台遊南到三天來搬東西 就拿了一些有一些有紀念價值的東西 主要都是有紀念生活的記憶的東西 很多東西都沒辦法拿 因為像那個冷氣啊那些主機的話 我們都沒辦法拿 對 還有床主 台北市府市長理事川也到現場食材 他說租貨東西搬得很順利 希望這是最好一部 保分租貨的大型家具 會請其他建設為導管做公司搬出來 一張放在這裡 才會進行整個建築部的拆讀 另外對到家具順懷保分 收消保官來進行財務順利的構想 請消保官就一些大型 基本的類似冰箱 這一些狀況的蓋鈎 那當然我們有提出來 有50萬的財審的賠償 李宿船這次 相互站在身體上會有技術工具來鑑定 其他負責收穫 另外有組合在信箱裡面 發言公辦道經議員調查表 李宿船是鑑定認清 說這不是持貨法的 就持貨以外在計算 道經的建築論 也還要用接入定 那所有組合信任台北市府 公辦道經 持貨會來辦理 記者送給報道 尿件 李宗 君 蓮